王宝强律师疑似会对马荣、博文配图引会暗走,网友,信息量真大。 自16年8月14日,王宝强发布举妻子马荣解除婚约开始,网友就一直在关注两人离婚案发展。 本以为在今年6月22日二审被持缘判时,两人纠纷已算告一个段落。 不料,时隔两年后,马荣再次发布举真相不出,谣言不停,八点点再次将两人纠葛出现在公众面前。 本次马荣言辞激烈,声穿王宝强借钱缴费,哭穷卖傻以博取网友同情,而自己则极力否认出轨,并担要王宝强有婚前家暴及婚内出轨行为。 就是重提的马荣,似乎不是冲着为自己清白而来,而是对婚后财产分配不满,而再次炒作。 王宝强律师疑似会对马荣,博文配图引会暗等,网友,信息量真大。 11月15日晚,马荣发布晒出王宝强银行卡流水账单,极力证明王宝强借钱缴费纯属装可怜,赚取网友同情心,然后又晒出一系列委托书,表明自己侵吞财产是被恶意诬陷,但是这些无力证明,却是漏洞版出。 毫无根据,收效甚微,可以说本次炒作,马荣这是再次上演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剧情,在马荣发布的委托书中可以看出,上面写的是,王宝强与社委委托人马荣系夫妻关系,而监署日期则是2016年6月20日。 大家知道,王宝强在2016年8月15日,就向法院提交离婚申请,所以从那时开始这份委托书就已经无效,由此也完全可以看出,马荣本次炒作必定还是输者,证据毫无逻辑。 智商依然不在线,王宝强律师疑似会对马荣,博文配图也会暗走,网友,信息量真大,马荣用过期无效的委托书,再次明目张胆的出售两人婚欠房产,明白这是在侵吞财产,针对马荣否认自己出轨及侵吞财产。 至今王宝强都未做出任何回应,凡看王宝强最近微博,几乎已经不在日常更新,更看不到关于马荣的信息。 两人婚约早已解除,也就意味着王宝强与马荣再无任何关格。 然而在马荣发博之后,王宝强委托的律师张启怀,却同样连罚数条微博,依此对马荣的八点件做出回应。 当把张启怀应该是在日内把出差,连发三条微博案奉马荣炒作,每条博文信息量,巨大波文耐人群位,疑似回应马荣毫无根据,耐寒颇深。 第一条博文,是赖绝的白天鹅,配图非常惬意的天鹅系水图,随后机智的网友马上评论,表示有错别字,是赖绝不是赖绝。 殊不知,作为律师的张启怀,平日工作本来就是咬文嚼子,怎么可能随意出现错别字? 此处错别字,肯定别有用意。 一次暗分马荣睡了还想拉账,还以为自己是白天鹅,一方面再次坐实马荣出鬼事实,另一方面又配图讽刺马荣不收复道。 简单几次就对马荣长篇大乱作出回应,极具讽刺意味,很多网友表示,不愧是律师,马荣都不带任何脏子,咬文嚼子的功夫下得很深恶。 随后张启怀律师再发第二条微博,喷泉美丽,配图一张美丽的喷泉图,同样故意将全写成全。 一次再次回对马荣满口胡言,全都毫无根据,毫无逻辑。 然后第三条微博则是,日内瓦骑马,其中骑马还特意打上引号,马似乎是在暗指马荣,寓意应该是马荣是被人骑过的。 一次再次证实马荣出鬼事实,虽然定位日内瓦,但博文中再次强调日内瓦,看来张启准律师也有些人无可忍。 爆出口啦,张启怀律师真有两把刷子,对马荣连发九条微博大话连篇了喊怨,一记诋毁王宝强,简单几句就将马荣羞辱的无比自容。 三条微博条条犀利,字字渐选,不带一个张字,却充满隐晖暗访,写息量真的,不知道马荣看后会做何回应,网友看过张启怀律师三条微博后直呼,写息量真的。 简直干练,一针见血,不仅坐视马荣出鬼事实,也狠狠地将马荣羞辱一番。 然而比起马荣微博,中对王宝强的连环攻击,张启怀却并未做过多解释,只是再次提醒王友马荣出鬼在先,王宝强终究还是受害者,马荣的再多操作,都是无力挣扎。 王宝强律师疑似会对马荣,博文佩图隐晖暗讽,网友,信息量真大,如今事情再次回归公众视线,马荣百般抵赖,王宝强方则态度明显,死死抓住马荣出鬼这一点不放,争取自己权益。 其实话又说回来,一个巴掌还不响,马荣爆料内容是真是假无从证实,但是却漏洞改出,马荣用所谓的事实真相,掩盖自己出鬼事实,更加不会让人同情,或许承认错误再解决问题,事情也许并不会这么糟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